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的品德造條 透過精美的插圖 還有極具感染力的說話能量 傳達給孩子們 所以這一本故事就是告訴我們說 懂得理論別人 懂得要互相照顧 台下的孩子年紀雖小 卻被張立英生動的肢體給吸引 聚精會神的聆聽故事由來 折得要整齊一點 不然後面的話接不起來 把它變成三角形 這樣子 第一步就是三角形 張立英不只是說故事媽媽 身兼連鎮志工的她 希望透過這種 預兆娛樂的互動方式 培養小朋友的連冷觀念 張立英在黑板上琢磨筆畫 卻在每一筆畫都圓圓滾滾 原來緬甸文向來有月亮文字的美成 張立英不只幫助新著名姊妹 還想向下扎羹 於是她也在國手裡頭教授緬甸語 台灣教育這條路就是怎麼樣教導小朋友 他們會怎麼樣長大我好想知道 所以我就開始加入志工團 就變成學校的結束媽媽故事媽媽 空中非人的生活在台灣著陸 但張立英重新拾起過去的自信 還有風采 以家為本向外延伸 發揮語言專長 讓異鄉變成故鄉 小伙子 小优別的 31